6加2 首先 我跟妳講 謝謝子媳 還有各位同仁 還有我們的這個局長 各位政府官員媒體朋友 工作同仁 大家午安大家好 請局長一下 局長你好 我講一個實際的情況 請你 分析 是不是要這樣做 上次 我們的總統到我們家一去 當然他去的時候 人家都會歡迎他 很多人 我們的所謂安全員員 來去護衛 都會包著他來 保護他的安全 這是應該的 但是 這個時候 有一位市民 他在人群的後面 想要跟馬總統握手 結果人家把他推了一下 因為他以為人家要推他去跟馬總統握手 結果不是啊 他的錢包被脫掉了 脫了一下 然後回來 錢包就被脫掉 沒有人家很生氣啊 他倒進去告狀 警察局 什麼去告狀 告到我那邊來 他說 那這個 總統到這邊 這個 安全的人那麼多 為什麼我去歡迎 我們這個馬總統 我的這個錢包被脫啊 那你這個護衛 只有保護馬總統 沒有保護我這個 這個人民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安全 我說那這個 警察都不行喔 警察都在外圍 不能到裡面來 他是這樣講 第一個 假如說 真的總統在那邊的時候 他兩旁都是很多的市民 在方言他嘛 跟他握手嘛 那這個時候啊 我們這個安全演員 可能都是在總統的 周圍嘛 在 內層裡面嘛 那外層的話 就是說他好幾層嘛 外面 是要有這個 我我跟他講說這個 這個安全演員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在外面嘛 一定是可能在裡面的 那我第二個要表解說 這個外面 這個外城的這種 安全是警察 或是 安全演員的 他的執著 包委員我請我們 副作業官來給你 好好好 包委員好 這個 剛才委員所提的這個問題 我們大概 警衛隊相當令人場所 大概有 發分四位區 內位區跟 中位區 我簡單的一個比例啊 通常一般來講 進到建築物以內啊 建築物以內 大概 大概就屬內位區啦 通常都是由 憲兵來負責 那四位區呢 就是由 總統的四位官來負責 那 建築物以外啊 大概就中位區啦 由警察來負責 那 剛才委員所講啊 大概這個歡迎是 如果是在 建築物以外 他在很大的公園 一個會場 公園大概我們會 可以按照這個 責任地進來 如果是進到我們內衛區 通常我們都會 有一個的 安全的錯 如果進到安全裡面來 大概屬於內衛區啦 那大概一般都是由 我們辯職部啦 或是由憲兵 或是由市衛士來負責這個安全 那剛才委員所講的 對這個市民被這個 這個錢包被窃取 我們當然對這個事情 也感到很痛心啊 當然啦 一方面我們警衛人員 最主要還是 維護警衛對象的安全 可能在這個方面 我們沒辦法去兼顧到 我們這些這個 市民的這些財務的問題 這跟這個委員說聲抱歉 不是 這個就是說齁 他來執行我啊 說你這個為什麼 總統到你們 我們嘉義來 我來這個歡迎他 我錢包被拖 他說那這個總統都在保護總統 那總統假如這樣的話 總統安全也有問題啊 我就跟他講齁 人警的外面這個外圍 可能不是 我們這個 部位的這個安全演員在做的啦 他說問了警察警察說 他們只能在外面的 走道啊 就是 公園外面都有那個 那個 市外面都有那個人行道嘛 他在那邊走來走去 不會到裡面來 但是 按照這樣到人行道 到這個總統 之間的這些安全誰在 維護 其實 都有責任啊 就一般來講 進到我們這個 責任地進來 我們那個 執行這個警衛安全 我們有發分各責任地進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了 這個警衛人員啊 他的重點是在 維護警衛對象的安危 可能沒有辦法 兼顧到 我們一般市民這些 所攜帶的財務 如果說 光兼顧到市民的財務的話 可能就會輸入到警衛的安全 所以我剛才就提到了 對這位這個市民 我們講實在 如果他因為歡迎這個 這個警衛對象先生 如果才會被偷了 說實在我們 對這個事情也感到痛心 我一定在這邊啊 對這個市民說聲抱歉 當然 這個 說實在 我還是要跟委員講 以警衛對象的安全為第一要務 我想這個齁 欸你是不是可以稍微誰一個給我了解一下 我來打誤他 不然他兩三天就來找我一次啊 這個警察局啊 說這個拜託 到底現在怎麼樣你跟他講啊 他又不跟他講 都來找我啊 我講得很難聽啊 說我這個到電視台去到哪裡去 跟你講出來齁 不是這樣 那是不是齁 你可以很簡單的說 到底這個 防衛情形怎麼樣情形 我來跟他解釋 好不好 可以可以 不然他總警察都跟他講說 這警察不管了啦 這裡面的地方他不管啊 我不曉得啊 他警察是跟他這樣講啊 那我不曉得 好不好 你炒一個 好不好 另外齁 這個因為時間關係快要到了 欸快到了吧 還有兩問嘛 四十幾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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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我請問一下 這個這個機長 我再請問一下 很簡單啦齁 這個齁 很簡單啦 我現在這個南海齁 發生很多的爭端 為了油 油油油田的關係齁 現在輝兵啊 越南啊等等啊 越南說是要去爭兵啊 用軍事來對抗 你啊 阿輝兵說這個不是南海啊 這個變成這個西輝兵的海啊 等等的這種狀況齁 啊我們自己也有在那邊嘛 對不對 我們也希望加強這種情形嘛 這個未來的南海這種這個 這個爭奪啊 到底怎麼會 會怎麼 我要我給你報告了 其實 這些國家基於他內政的考量 他都要很大聲的談 一些唯權的作為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個地方如果問題複雜化 變為一個爭議地區 對大家來講都不利 嗯 所以我給你報告 我認為 維權的動作會大 各國的維權動作都會大 但是 發生大規模衝突的可能性 根本不存在 插槍走火會有可能 哦 那現在在那個南海地區 還是以這個 中國大陸比較強嘛 對不對 跟美國 哦跟美 美國有介入嗎 有現在 因為每一個國家 要對抗中國大陸 就把美國請進來 哦現在剛才講的 越南會立兵那種的情形 哦 所以因此這個 大規模的這種 對 因為大家都沒有這個能力 你把這個問題複雜化跟對抗化嘛 嗯 所以 動作都很大 但是 插槍 就是說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 不存在 還有哦 這個 機長這個現在這個 這個 太古啊發生這個 水災嘛 是 糧食這個都減省 那我們這個 台灣在目前來講的話 跟進人分析哦 這個糧食會不會受到影響 台灣應該不會 我們現在都還有休耕了 對 因為我們的存糧一直都夠 其實 糧食的安全問題 也變為一個國安問題了 我也曾經在相關的會議 這個總統主持的會議 也把農委會的主委找來 我們有共同討論過 所以我不認為台灣會有糧食的危機 會漲價嗎 這個是一個市場的一個 一個 由市場來決定 事實上 欸 全球糧價普遍高漲 是一個 已經成為一個趨勢 哦 不因為太多有這樣 所以我們台灣的糧食不會 其實 比到 今年以來 大概全世界發生糧荒的 的國家很多嘛 這個非常重要 糧食我們知道 好不好 我們請機長 能夠隨時掌控這個情況 會會會 好不好 謝謝 其實